請宣讀議事錄 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等20人 主席許召及委員淑華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一、審查時代力量黨團 委員許淑華等17人及委員呂宇林等17人 分別擬據中華民國刑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林德福等18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5條及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審查委員黃昭順等21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徵定第189條之3 第189條之4及第189條之5條文草案 委員呂宏君等22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徵定第189條之3條文草案 委員陳英明等29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徵定191條之2條文草案 委員江啟成等25人 及委員林俊憲等24人分別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徵定第182條之1條文草案 三、繼續並案審查 行政院含情審議洗錢防治法修正草案 委員蔣萬安等26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10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曾明忠等18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3條及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呂玉玲等20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徐國勇等19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許淑華等17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修正草案 親民黨黨團擬據 洗錢防治法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段宜康等18人擬據 洗錢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次會由委員林委員德副等9人提出質詢 委員許淑華、徐毅人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1.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報告及審查完畢 進行逐條審查 第5條照案通過 本案審查完進 擬據審查報告 提醒院會公爵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許淑及委員淑華出席說明 2.時代力量黨團 委員許淑華等18人 委員呂玉琳等17人 分別擬據中華民國刑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林德副等18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5條 及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 報告及審查完畢 均不予審議 各案均審查完進 擬據審查報告 提醒院會公爵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許淑及委員淑華出席說明 2.委員黃昭順等21人擬據中華民國刑法 徵定第189條之3第189條之4 及第189條之5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李鴻君等22人擬據中華民國刑法 徵定第189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寅民等29人擬據中華民國刑法 徵定第191條之2條文修正草案 進行逐條審查 提案條文均宣讀完畢 各案均令定期繼續審查 4.洗錢防治法修正草案 1.進行逐條審查 提案條文及委員柯建民等6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宣讀完畢 本案令定期繼續審查 5.委員諮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緊述送交個別委員基本委員會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上一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錯誤或是遺漏 那如果沒有我們議事錄就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就介紹列席的官員 首先我們介紹人事長 人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施能傑施人事長 政務副人事長蘇俊榮 還有主秘陳本清 還有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陳中志主任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李中正主任 綜合規劃處王貴蘭處長 主編人力處黃新初處長 培訓考用處蕭玉處長 給予福利處陳坤源處長 人事資訊處陳邦正處長 秘書室蔡富雄主任 人事室陳碧蓮主任 主計室陳美珠主任 鄭峰市陳英斌主任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陳立惠 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黃秀榮 好 那我再介紹我們現在與會的委員 段一康委員 周初銘委員 周成秀霞委員 郭正亮委員 好 那現在進行今天議程之前 先宣告預算審查的程序 第一個首先呢 我們請預算主管機關報告再進行尋答 二 尋答結束後 宣讀各機關稅入稅出預算 再就各委員 書面提案進行協商處理 三 審查會委員有任何刪減預算案 決議或附帶決議 均請與尋答結束進行處理前 以書面列明項目及數額 提交主席台受理 以便預先會整作為協商處理之依據 四 各單位預算中委員所提的 增刪提案與提案處理後 其餘委員提案未涉及之預算部分均與照列 委員提案若無協商結論 又未打法定表決人數無法處理時均予以保留 並同未審查部分提報院會處理 請問各位對於上述審查程序有沒有意義 那如果沒有我們就通過 好 那今天的議程是邀請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人士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並被質詢審查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及所屬106年度預算案與中央公教人員 及難救助基金收支部分 採合併報告綜合尋打逐案處理的方式進行 那現在我們就進行報告 請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人士長 這個私人士長業務報告概況 那106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以及中央公教人員及難救助基金收支部分 至於預算案 那是不是給10分鐘的時間 那市任市長 市任市長報告完畢後 我們進行尋找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委員發言時間是6分鐘 必要使得延長2分鐘 下午3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市任市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來做 向委員會再做業務報告 以及我們下一個年度的預算 一個報告 那人士行政總處主要負責的是 有關行政院的政府組織設置 還有員額管理 還有有關公務人員考試分發 任免訓練 考核待遇跟福利這些事項 那以下我就緊就這些事項 就我們近期推動的重要業務 先做一個報告 那第一個報告是說 有關原額管控的事情 這一項是我們人士總處很重要的事情 那106年度我們透過 原額通商的一個做法 事實上整個106年度 中央政府各類預算原額總數 包括公務預算跟作業基金的總原額數 大概是22.3萬人 這個比101年相比較 事實上大概減少了1萬人左右 所以大概達到精檢率有4.4% 那至於其他的包括派遣勞工人數 也是從101年的107,150人 減到目前的 就是今年的第二季的8370人 所以大概精檢率也大概快到22% 那至於臨時人員呢 如果不包括醫院跟學校 整個總人數也是從6200人左右 減到5100多人 所以精檢率也是達到17% 那這是我們整個做原額管控 一個持續在做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做原額管控呢 當然也做一些原額評鑑 那我們今年進行第三次根據 總原額法所要求的第三次的全面的原額評鑑 目前正在進行中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繼續主要的工作是在做 整個行政院中高階人員領導管理能力的一個培訓 那為了做這些培訓呢 我們有一些比較最高階的班 也有一些特定議題的班 去主特定的團到出國去考察 去研習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也不斷在做所有中高階公務人員 管理核心能力的一個訓練 那這些訓練的內容非常非常多 那事實上主要是在 就在增進我們所有中高階主管 各項各樣的管理能力 那當然呢我們也推數位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稍後再提 第三件 第三個工作呢 其實這也是訓練的一環 那我們特別對所有的公務人員 我們強調他要深化整個性別平權意識 跟弱使人權的關懷 所以這部分呢 一向是在我們的兩個中心呢 辦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個班次呢 我們透過實體的研討 或者是這個數位學習呢 提供所有公務人員學習 那第四件事情呢 是我們總處也負責整個行政院 有關的這個給予跟福利這一部分 不過這個部分呢 我們繼續做好整個有關公務人員 或者所謂這個廣義的政府的員工的 極與合理的基礎跟法治化的一個作業 那這裡面有幾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我們繼續在推動 各項極與評價的一個作業 這包括地域課擊或者是專業課擊 持續我們想要用更稍微一些 比較標準化的方式來做 這是我們過去一直在進行中 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也一直想要落實這整個 極與四項法治化相關的法規的一個整備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繼續在進行的 第三件事情呢 有關我們做員工福利的各式各樣 這個福利措施的推動原則 這一部分呢 我想也是我們這整個希望協助行政院做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屬於我們自己內部的事情呢 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屬於呢 我們繼續在做整個提升人事業務資訊化這個程度 我想人事業務的資訊化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可以節省非常大量的成本 跟讓我們整個人事工作更有效率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繼續推廣呢 我們本來就已經建立有WebHR 就是網際網路版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讓很多機關都可以應用這個系統 進行工作 那我們也繼續強化整個本來退伏平台的資訊系統 這個資訊系統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目前包括在做年金改革還有很多決策呢 事實上都可以從這個平台裡面呢 取得資料來做這個運算 那另外一個我們自己內部做的當然是 因為人事行政總處負責行政院所屬 人事人員的這個培訓 還有我們整個發展 所以我們自己也非常在是 非常注意我們重視我們人事主管的培育制度的強化 那這是我們過去也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那基於這些事情未來呢 其實還是基於這個架構 我們未來還會繼續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就搭配了106年度的我們的預算的一個編列 那我想接下來報告這個未來的一個工作重點 第二個工作重點還是人力的一個 編額的一個管理 那我們一定會繼續配合行政業施政需要呢 配置應該有了人力 事實上106年度整個總編額人數要下降了 那下降下來呢其實呢也符合這個總編額法通過 希望我們降到16萬以下 那可是呢我們很多新增的業務又有需求出來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這個做這個人力適當的一個移撥 包括說我們需要新成立的這個毒物管理機構 或者是海巡署建立了這個新的這個艦艇 我們這些都需要人力我們就會去搭配使用 那未來呢我們派遣勞工這個部分呢 也會配合這個整個行政業政策繼續呢 希望能夠越來越少 我們還是在往這個方向這個進行 那有關呢 組織的一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們會分階段來推動行政業的主改 我想這一部分呢是我繼續會談 跟委員會報告 那至於有關培訓的部分呢 我們有幾個重點會 未來的一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會重整整個高階文官的培訓的班級 這個最重要就是呢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班喔 包括國家政務班 高階領導班 跟地方政務班 希望在未來能夠這個 能夠更有效的一個 一個重整 然後讓這個效果能夠更好 那當然我們繼續呢 推動我們希望透過終身學習的機制 包括網路學習 或者是實體學習 能夠推動呢所有的 行政業所有的公務人員 能夠了解政府重大施政的一個政策 這方面的訓練跟活動 這是未來要做的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這個網路平台 學習平台 我們認為這是不太有效率 所以我們積極在推動 網路學習平台一個整合 那這包括我們自己 所屬兩個中心的這個平台整合 事實上就已經積極在進行了 那當然我們希望 規劃調整未來這個訓練機構的一個設置 那接下來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們也繼續在討論這個整個未來公務人力的整體性待遇的這一部分的議題 所以這裡我們有幾個重點在未來會做 第一個重點是我們會繼續配合年金改革提供的相關的這個年金有關的基礎資料 第二個呢我們會建立用人費用的盤點的一個分析 這個對政府的運作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未來更有多很多這個用人費用的這個資訊 第三件事情呢我們希望去收集有關政府未來如果再做這個待遇調整 到底那個資訊要比較要跟勞動 譬如說我們的勞動部門做比較那要更精準 我們努力再做這樣一個工作 第四個部分呢 是我們內部自己的人事人員的一個工作 那這一部分我們當然有做非常非常多 其中一部分我們會新做一些事情 是我們希望未來能夠辦理年度的公務人員職場評價調查 也就是說從了解我們公務人員怎麼看待他的服務職場這一方面相關的議題 這是我們準備要新做的一件事情 最後一個部分呢我剛剛已經提過就是我們會繼續來建置公務人律雲端資料系統 那這個資料系統最重要就是兩件事情 我們希望讓我們那個資訊基礎的平台能夠更好 然後更用雲端化的方式來處理 使得我們人事資料能夠達到正確性及時性跟完整性 那基於這個事情呢我們就可以去建構一個好的應用系統 那提供我們決策的一個使用 那這個大概跟委會報告就是說我們未來規劃要做的一個大的方向 那因為這樣一個方向呢 那接下來我就報告我們的這個預算的結構大概會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那106年度呢 我們人事總處還有下面兩個中心 要做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跟地方行政延期中心 我們總共合計編列的稅出呢25.7億 比去年大概少1000萬 那這裡面呢我們總處呢有23.1億 不過這23.1億裡面呢人事費有3.2億 那我們總處編了行政院跨機關使用的各機關的統籌項目 這個就佔了17.4億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總處實際上 大概業務費跟所謂一般行政費大概是2.5億 那我們在這2.5億裡面要 要執行我剛剛講了非常多的一些事件 那我們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呢 有1.28億的預算 那這1.28億的預算有5400萬是人事費 那大概有7400萬是業務費跟行政費 也就是它推動非常多的全國性的這個公教的一個訓練 那我們地方行政延期中心呢 也整個預算也有1.28億 那這裡面它有7600萬的人事費 那它大概有5200萬的業務費跟行政費 它也是辦理非常多地方相關 提供地方政府很多這個訓練的機會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稅處預算的結構跟委員會做報告 那因為總處基本上不太有稅入 那所以我們整個總處跟兩個中心 106年度的稅入大概編了4600萬元 我想這是有關我們的公務 就是公務預算的一個大致上結構是這樣 那最後報告呢 我們總處也負責一個叫急難救助基金 那這個急難救助基金呢 目前基金的規模大概是4.8億元 那4.8億元裡面現金有4.2億 那貸款總額大概是6千萬 那因為這個基金基本上的目的是提供 中央公交人員的急難貸款 這個包括住院、醫護、商葬 或者災害這4個項目 如果有需要的話它可以來做緊急貸款 那過去這幾年呢 每年的總件數差不多是25件 那因此呢 真正每年的那個現金的收支不會太多 那我們估算呢 明年度預計會有收入269萬 那支出會有118萬 那我想呢 以上呢 就我們的業務 跟整個預算 還有基金的預算 跟委員會做這個報告 那也希望委員會能夠給我們 未來的工作重點多多這個指教 還有我們的預算多多支持 謝謝 好 謝謝市任市長 市任市長已經報告完畢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詢答 那門委員發言時間就6分鐘 必要使得延長2分鐘 那下午3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那我們現在就請 登記第一位的段宜康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任市長 市任市長請 會員好 市長你好 我想請問我們 這個國家的最高人事行政機關 是哪一個機關 應該這樣講 根據憲法我們有考試院嘛 所以考試院在我們概念上 是公務人員的這個最高 人事法制的主管機關 那在行政院設的人事行政總處 當然是負責 根據我們考試院 你的還有大院通過的人事法律呢 我們做執行面 還有我們有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 一些業務面的一個推動 所以 那我還是聽不懂 所以我們最高人事行政機關是考試院 對 所以不是人事行政 不是人事總處 我對憲法理解是這樣 實務上好像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 那麼它有規定啊 他說第一條啊 開中民意啊 行政院會辦理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 執行及發展業務 特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總處有關考權業務 並受考試院之監督 沒有錯 那這個所謂的考權業務 大概幾乎是包括 人事業務的最主要的部分 那我請問 那考試院的這個院會你要去練習嗎 我要去練習 你要去練習 所以你要去練習考試院院會 你也要出席行政院的院會 對 對不對 所以 人事行政總處是 在我們的這個 政府機關裡面是特別大還是特別小 你有兩個老闆 這表示是你特別重要嗎 還是特別被欺負 我想不會用特別被欺負這樣一個概念 因為根據憲法的運作 目前的憲法這樣運作 應該相對來說比較乾口 因為你有兩個在管 你要到立法院來備詢 你要被立法委員監督 然後你要聽行政院的指揮 但是你還要被考試院監督 這個是法律所定的 我們有努力來溝通 你還要去練習考試院的院會 對不對 那我跟你請教 行政院有人事行政總處 有沒有人事處 行政院本身也有人事處 也有人事處 行政院的 院本部的編制大概 將近六百個人上下吧 是不是差不多 應該有那樣的數字 但是實際上數字我要查 沒關係 那除了行政院之外 我們的中央機關 包括總統府 包括其他的四院的人事處 的處長 跟或者是人事處的主任 是誰派的 這個部分應該是由全序部來負責 是由全序部負責 對 也就是說 我們總統府有人事處的處長 是十二到十三職等 然後立法院行政院跟司法院 這三院也是涉人事處 處長也是十二到十三職等 那麼考試院跟監察院 是涉人事處 人事處的主任 是十到十一職等 所以我們的總統府跟五院 這個人事單位層級 其實並不一致 就是監察院跟考試院 比較特別 他們是人事處 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這個看他們業務的反檢 有的他這個 其實單位比較單純 但是我比較不能了解就是說 當然考試院可能他 他院本部有 人事是 但他考選部跟全序部 他分別還有人事是 沒錯 對不對 對沒錯 但是我要問的問題是 那很奇怪 就是我們 考試院 行政院的人事 是由 這個 人事總處派 包括各部會 對不對 包括各縣市 是的 對不對 都是由就是行政系統 就是由 人事總處派 概念上雖然我們派 但是 程序上我們還是要 一定值等以上 還是要 知會這個 考試院 要不要經過他們同意 我想應該這樣講 我們會有一張那個 那個 會商 程序上有一個會商 不過我想他們都會尊重 都會尊重 那我這樣子問 譬如說 我今天如果全序部要派一個 假設 譬如說司法院的人事處的處長 那他的調動 會不會從行政院所屬的人事單位去調動 譬如說 教育部的人事處處長 去出任 各位委員報告 這不是不可能 實務上是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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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 對不對 有時候為了要交流嘛 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他就只能從 他所去任命的 總統府跟市院 這樣子調來調去 那也不太對嘛 對不對 但是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你今天我行政院 好比說我行政院的 哪一個部會的人事處處長 我如果要從 監察院 司法院好了 人事處的副處長 請他去當教育部的處長 人事處處長 這樣子層級這樣對不對 應該是 因為他是副處長 如果要勝出來應該是可以 但是他院的副處長 假設是這樣調動 那這個調動程序呢 是要由行政院去商請 考試院同意 然後我才能調動 你的職權範圍裡面的人 是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你能不能告訴我 比較明確 是什麼叫應該是這樣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那個部分 其他市院不歸 因為我們主動嘛 那如果 我覺得那邊有適合的人 我當然應該要尊重 所以你這個整個人事直系啊 他其實是一個 大水庫啦 對不對 對 他其他的直系的 大概也沒有辦法 在這裡面被任用嘛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一個 大池子 那本來是這個升遷 就是從這個整個是一個系統 但是呢 他這個整個指揮系統 或者是任用的系統 其實分了兩個部分 在中央到地方分了兩個部分 但是跟譬如說 政風好了 所有的政風的首長 主管的這個任命啊 都是由法務部 行政院的法務部 政風主管機關 包括這個監察院的政風 包括考試院的政風 包括總統府的政風 包括司法院的政風 政風處的處長啊 都是由行政院的法務部去任命 調動 就全國的政風人員的調動 都在法務部 但是呢 全國的人事人員的調動 分成兩個軌道 但是這兩個軌道呢 偏偏呢 又在同一個池子裡面去搖水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那到底這些人事主管 他合理的升遷 到底公平不公平 那誰來負責呢 就是他其實是到 上面分成兩個源頭啦 但是中間底下是交流的 對不對 底下是交流的 那在這個本來我們可以說 你政風人員為什麼 這個人都一直都沒有升 那你要負責 我們找法務部負責 說他表現這麼好沒有升 為什麼那個表現不好的一直升遷 但是你現在變成這個頭 變成兩個頭啊 你找不到的人負責啦 因為你兩邊你底下是交流的 我覺得這個在 人事主管的 或者人事這個 這個直系人員的這個升遷 尤其到了主管的這個 這個層級啊 會出一些問題 就是如果這邊也不給你用 那邊也沒有想到你 那你大概就孤零零在那個地方 你就如果假設你是在 教育部的這個人事的主管 那結果呢你的這個行政院這邊沒有用你 那考試院這邊沒有想到你 你大概就可能就升不上去了 或者沒有辦法調動 會不會這樣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畸形的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呢會造成 我們人事主管 在升遷過程中 會可能出現被遺漏 不管是不是有意 或者不公平的現象 或者這個責任到底在誰 或者我們對所有的人事主管的考評 我們希望能夠有其一的標準 這點上面其實很嚴重 這只是一個例子 那從這個例子看到其他的例子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的雙頭馬車 其實不光在這個地方表現 我們接下來審預算的時候 還會跟任市長請教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周承秀下委員 請周承秀下委員 出席 各位同仁 余惠光陽大家好 有請任市長 那是任市長請 人好 任市長好 政府啊現在正打算要引進一些 外部的人才來擔任我們的機關首長 三級的機關首長 他的目的是要強化政府的專業 我想這不一定是對的 其實我們台灣早期有一些 技術人員的任用條例 可以任用專業以及 有技術專門技術的這一些人 來擔任機關的 裡面的一些特殊的工作 但是這個條例在91年 在91年1月31號就廢止了 所以到現在是 這個管道是沒有的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機關都是 非常需要這些專業的技術人員 但是都沒有辦法任用 請問任市長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是不是 應該考慮在現有公務人員 任用跟聘用法 還有考試當中 把這些原有的技術人員任用 條例的規定再把它加進來 讓這些需要技術專業技術人員的 這些政府的人員能夠加入我們政府的體制裡面呢 我跟委員報告 所有這些部分當然主管機關都是考試院 不過委員講的確實是行政院的運作會碰到這些議題 就是說我們很多機關需要很專業性跟技術性的人力 那這些其實在外面可能都有證照 或者已經有很好的豐富的經驗 但是呢因為他沒有透過 沒有參加所謂國家的公務人員考試 所以就依現在規定就不可以進來 那如果說這一部分呢立法院也有這種想法 考試院也有這種想法 其實我想站在這個行政的立場 應該是會歡迎這樣一個做法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一個非常有制度化 然後能夠從外面吸引到他很有工作經驗 而且真的是有專業證照的人力 來協助我們政府很多專業部門呢 來做這種人力搭配的一個推動 我想這個應該也是對政府來講 也是一個多元取材的一個方式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那有一本書叫做《公門菜鳥飛》 這一本書是一個很年輕的作者 他叫余凱 他現在也是在公...他是公務員 但是他在書裡面很感嘆的說 年輕人前鋪後懼 投入國家考試 但是考上了以後才發現是無力的開始 為什麼這些優秀的年輕人 他進入公務體系以後大失所望 他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大有問題的 就像政治力介入 人事不公 制度沒有彈性等等 這一些非常多的問題 請問仁市長 我們公務體系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到底是有沒有錯 錯在哪裡 要如何來做一個改革呢 委員報告 所有公務體系政府運作 一定有不斷改進的一個空間啦 那我想余凱寫的這一本書 事實上他也送了我一本啦 那我也大概看過 那事實上我應該這樣講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呢 他當然會充滿了這個熱情 那如果你理解這個 台灣這整個政府制度的運作 歷史 現在應該比以前改善非常非常多 但是可能還不能盡大家的意 不過這部分我們就要努力去改善 特別是說政府部門的很多自己內部的人事法規 就比較不具彈性 那對於譬如像說如果績效做得很好的人 老實說我們現在法律跟我們政策上 也不太能夠給他任何太多的一個 一個像私人部門那一個講註 然後如果做得不好呢 我們也有很多保障的一個措施 這確實是會讓有一些 就是充滿熱情 或者是覺得應該他自己的 要很有貢獻的這些年輕人進來 會有點不適應 他們會覺得無力感 會無力感 那我們會努力來跟考試院 大家一起來溝通說 這部分在人事法規上 可不可以在哪些部門做調整 因為我們認為公務員只要是不違法的話 就應該放膽去做 來協助民眾或者是企業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現在機關內不同單位的公務員 他們不是共同來解決問題 而是互相製作 這個人事長你也應該也知道 不同機關的干擾也是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公務人員的本位主義的問題 要怎麼樣能夠讓這些公務員能夠勇於認識 我想這也是要努力的地方 各位委員報告 我想所有本位這個 我們要努力透過教育訓練 跟把組織之間的執掌 如果可以再更精確的發分 還有做事情的這個標準作為程序 然後我想一定是要多方面來 來採取各式各樣的措施來減少大家的本位主義 那確實沒有錯 我們現在有很多機關之間 可能基於他的需求 然後比較沒有站在對方做同理心的一個思考 所以很多事情就會變得比較慢 最後可能會有結果但是拖得很慢 對 是 因為人事長嘛 你這個你有義務 要創造這個公務員一個良好的環境 這是你的義務跟責任 所以要怎麼樣讓對這些國家有理想 有熱情的青年能夠一展長彩 而不是把這些年輕人 一批又一批的 把他推進一池那個死水裡面 讓交集他們的熱情 我想這個方面 人事長你還是要多做努力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學教授能否兼職這個問題 也請教任市長 委員報告 其實你如果從很多國家的發展來講 大學真的是跟一般的公務機關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型態 那我們過去把大學還是限制很多 用公務人員法令去綁它 所以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那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 大學應該要鬆綁 但是鬆綁意思並不表示說不要管 但是它的管理方式 不應該像管公務人員 這一套人事法制的方式 應該是在教育人員 這一部分的法制上去把它完備 比如像說 我們應該讓他譬如就像說 他如果有跟業界有一些合作 那這中間合作的規範是什麼 這部分有時候不可以說 不讓他出去跟業界合作 但是要怎麼規範業界合作之間的一些倫理的 或者是一些應該有的行為規範 這應該在教育人員這一部分用專法來處理 而不是用公務人員服務法這邊來框他 像我們現在的準大法官跟院長嘛 我在院會的時候就詢問過他了 他在像詹教授 我們準大法官他在103年的時候 在大學教授的薪資所得也不超過200萬嘛 但是他在行政院的這個工程會 有啦有178啦超過150 但是他在行政院的工程會薪資就有114 104年所得還增加了800多 他的回答是說擔任仲裁所得啦 許院長也是喔他比較少 他的薪資只有121萬元 但是他同時也領有糖獎基金會 跟府人大學各50萬啦 我們是覺得這樣是不是合理合法啦 因為公務人員兼職所得如果高過本職啦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是談改革嗎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需要改革 一同要來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謝謝任市長 好下一位請林德副委員 呃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啊是不是請那個市人市長 市人市長請 市長我請教你齁 針對經濟部人事處 這個為凱達格蘭學校招生啊 有關涉及行政中立的問題 那行政院秘書長 陳美玲說 呃這個他個人的認知 凱達格蘭學校以民進黨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請問你認為陳秘書長的認知 對不對 這位 我的理解呃 凱達格蘭學校 Hang 같은 並沒有跟民進黨之間有 任何資金的關係 我們都很清楚 齁 那你 他如果認為 認知上是對的 哪經濟部人事處 陳順容的年終項即 你認為有必要處理 對 ông Farm Tim 報告 因為你人事單位是一條邊 沒有錯 這是人事單位一條邊 事實上在當天的時候 我的人事處處長就有跟我報告說 這件事情 那我也了解一些狀況 當面就跟他講是說 即使卡拉克蘭學校跟民進黨是沒有關係 但是外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些政治團體的事情 轉發他的一些文件是要更小心 我已經口頭告誡他 只有口頭告誡就好了 那我想我說過 我也會列入這個我們在做 年度年終考級的一些參考 因為在年終考級的時候 我要看你有沒有處理 如果他的認知那個 那個陳美玲認知 這個是不對的 那你認為需不需要導正他的認知 因為包括今天 在內政委員會陳超明委員 問這個陳美玲 陳秘書長的時候 他還說 多數人都認同說中華民國是 非正常國家 這種尋答 那既然是非正常國家 你今天又來擔任 行政院的秘書長 這是中華民國 你是擔任中華民國的高官 行政體系 最高的幕僚長 你有這種思維 你認為這種觀念要不要導正 我沒有辦法幫陳秘書長 因為我不了解他打詢了那個 那個細落 新聞媒體都出來了 我還沒有看到這個新聞媒體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你既然是擔任一個最高行政首長的秘書長 你有這種觀念 是非常可怕 你都不認同這個國家 你還擔任這個國家的一個幕僚長 就像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法官跟 跟這個 各司法院院長一樣 對不對 你都不認同這個國家的國旗 國歌 你還擔任這個國家的大法官 拿這個國家的興奮 這是非常可止 又可笑啊 你認不認同 我想 他們一些打詢的狀況 我真的不了解一些細落 不過我想我們都是在 中華民國政府服務 這個就對了 我跟你講在中華民國政府之下 你身為高官 你本來就要認同這個國家 你要是不認同這個國家 你就不配這個國家的官員 你認不認同 我想在我們的憲法架構下 我們現在是中華民國 我就在中華民國政府服務 對 那個人事長 我請教你 就陳秘書長的認知 凱達格蘭學校是 民間組織 是經濟部人事處 轉發招生的函 那基本上 將凱達格蘭學校 招生課程給公務人員 那我請教 讓公務人員 利用公務之餘 去研習課程 請問你認為公務員 研習課程 只是這個學 只有這個學校嗎 我想 這個案例 基本上 確實 凱達格蘭學校 基本上是一個民間的一個組織 陳秘書長的認知並沒有錯誤 他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我剛剛已經講過 沒有關係齁 我相信大家都心智肚明 我剛剛已經講過 但是因為社會上 因為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就特別叮嚀我們人事處 說以後再轉發這些公文的時候 應該要更小心 齁 所以我已經做了這個 市人事長 如果人事處 替國家發展研究院 來轉發招生函 你認為 可不可以 我都認為 國發院 您是說 國發院 對 是指 呃 國家發展研究院 來轉 趙生函 我想 任何 這個在外界也有一些不同的辦法 所以我還是認為不適合 對不對 你要是說今天 讓民進黨的委員知道 難道他們不會做文章嗎 對不對 因為你行政本來就要中立要客觀 既然行政不中立不客觀 對不對 你就不要去幫他辯護 幫他去講很多的話 對不對 我們認為說 包括說我第一時間就已經 告訴我們人事處長說 這個事情 以前也許 大家都 不管是哪一個團體來的 都一樣會照轉 但是我還是個人認為 不管是哪一個團體 都不適合我們幫他照轉 我已經跟他 我是希望說你通力下去 人事是一條邊 我已經發喊了 我已經用我的email 給我的人事主管了 要是說照這樣操作的話 一定要懲處 而且 絕不寬容 可不可以做得到 呃 因為列入他的一個 一個年終考級 或者平時考級的一個參考 那啊 人事長我再請教你 請問經濟部人事處轉化 凱達格蘭學校 招生 就您了解經濟部 人事處轉化招生作業 是不是 只有 陳處長一個人來 來決核 結果他拉來核定 還是有其他的人 陳處長是這樣跟我報告的 只有他一個人 對就是由他來做覺醒 就他一個人處理而已 就是由他 沒有其他人 來做覺醒 那 如果是的話 那本案工人員認為 這個有沒有涉及行政中立 是不是應該送工程會來 研議處理 你的看法呢 呃 因為這個 他過去就是說 欸過去有很多 就是說 都是這樣一個處理 所以我想我還是 通盤了一個考慮啦 那個人事長 因為如果今天連文官體制 一條邊的人 的人事體系 都沒有辦法 做到嚴守行政中立 那請問最後 文官會不會淪為 這個政黨鬥爭的一個工序 因您看 呃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在第一些時間 就已經做了處理 而且我也發了Email 告訴我們 所有的人事主管 要求他要轉支所有人事主管 呃一些基本上 轉發 非政府部門資訊的一些基本的原則 我是希望說 站在人事單位的立場 齁 這個本來一條邊 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絕不能夠 呃這個 行政不中立 能夠讓人民啊 呃這個 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的一個 一個做法 那 市人事長我再請教你 因為 人事總處準備提出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法 呃這個 修正調查案 讓一定比例的三級機關首長 任 來做政務的任用 以便禁用外部人才 那請問 這個外部人才的取用標準 你認為有沒有必要 這個 民文化 呃 我想既然是政務跟這個 那個 藏物摔圓軌 外部人才的 就是說所謂 制度化或者是 比較有一個專業化來講 是我們會去努力的 但是 用一個法條上裡面 去把它明白講出來 我想這個 反而呢會 我覺得是比較不適合啦 但是我覺得 呃它是一個從外部的民間庫 資料 人才庫裡面去 去找一些適當的人力 有時候你用法 法律要把它規定說 每一個細項 每一個細項 我想這個在運作上 應該會比較困難啦 那個人事長 我再請教你齁 因為本期有 曾經問過 你說有酒駕紀錄的 是不是可以任用 你說細節還沒有規劃 那會蠟路來考量 請問 細節多久才會規劃完成 那目前我們還在討論中啦 還沒有完全報到行政院去 那你要是說 這個 到最後完成以後 會不會 這個公佈周知 應該這樣講 如果說我們整個 因為法律裡面只會 談大原則 那 委員上次提到酒駕 那我也說 這個部分我們納入考 那應該比較細節性 等法律如果通過以後 我們才會做處理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周春明委員 謝謝主席 還是有請任市長 是任市長請 處理院 原展好 那106年度的預算 中央政府機關的人事費 是合計編列 4148億多 那叫105年度的 4111億2000多萬 大概是增加了38億2000多萬 但是呢 過去人事費最後執行的結果 跟預算有很大的差別 比如说在104年中央政府机关人事费是编列了4070亿9000多万 但是最后的决算数是4016亿2000多万 中间差了54亿6800多万 那想请教人事长说 为什么中央政府机关你们今年编的也是那个降低是0.1为目标吗 为什么中央政府机关的预算原额跟实际禁用的这个原额有差这么多的一个有这么大的落差原因是在哪里 应该这样讲我们的我们今年做了1%的职员的通商确实是把那个空缺的原额再往下降了 那比以前更降那当然我们还是保留一些 1%还是1% 1%就是我们以职员数三减了1%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 那31%的方式处理有些是真的把限远处理有些是一缺不补各式各样的方式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跟原来的预算的我们有预算也有跟实有的这个人力 这中间我们一定要保留给他一定的还是有一些空缺 以因那个不死之虚 只是我们已经把那个比例已经下降到呢 目前大概下降到6%以下 那这6%以下其实都集中在呢 真正的比较大的需要的领域 譬如教育领域 还有医疗领域 你把这两个领域扣除完以后 其实现在行政院各主管机关 教育跟医疗 医疗 因为有时候他那边真的是比较弹性需要 去使用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扣掉以后 其实中央政府其他各个部会 真的剩下的空缺的比例 支援的空缺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有些几乎就已经没有空缺了 有它的那个可能性啦 但是还是先编起来 但是尽量控制吧 因为你54亿大概等于是百分之一点多嘛 对没有错 占了百分之一点多嘛 对 那大家在那边省预算 你们一直希望哪边不要减哪边不要减 后来你们自己增列了50多亿啊 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今年的那整个编列预算多出来的情况 其实是里面是有些结构性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人事费确实是有往下降 但是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讲 比如就像有多边的 我了解是有一些是 可能是其他的奖补助费 因为人事里面有一些费用边在奖补助费 比如就像说 奖补助费 简单讲我们有一些是 比方退休 退休金的那些有些部分 譬如是用奖补助费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有些其他部分呢 拉上来 那我们现年的人事费其实下降 这样一减 减来减去呢 包括还有军职的 因为我们整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编列是包括军公教 所以同步加起来变成大概 今年看起来比去年编了多三十几亿 所以我理解是这样子 好 了解 那现在大概有关年金改革一些问题 大概在讨论嘛 那我们这次看到立法院预算中心 他有提一个说法 就是每年人事行政总处是 编列公教人员的教育补助费 在今年106年是编了十二亿嘛 十二亿八百四十亿万 那但是呢 好像这几年 这是明确 这几年有关于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子女教育补助费 好像每年就是要到十亿 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那事实上大家也都是在 用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来认为说 这个如果牵得到国家的预算财政的话 这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事项 需要有一个法律的依据 但是我们现在给 退休军公教人员这样的一个补助费 事实上是六十七年的函事嘛 是不是 那这部分人事长要怎么处理 报告 我想我们总处编的那一笔预算 都是给限制的公务人员 12亿多吗 12亿多是 12亿多那个其实主题是限制的公务人员的子女教育补助费 那您提到退休 退休人员子女教育补助费 那个并不是编在我们这边 但是重点是说 这个制度呢 确实是用行政院的函事去发给 那行政院其实院长已经指示了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案子呢 做了一些规划案给院长报告 我们会做这个部分做通盘的一个调整 通盘的调整 那大概什么时候 比较明确的 会有一个明确的 我们希望通盘的调整 给院里面的建议是说 可以在 因为这个子女教育补助会是一个学年度开始 那现在都已经是 这个学年是包括这学期跟下学期 那这边的预算规模是多少 这边的预算是多少 大概大概十亿多 也是十亿多嘛 就是目前总数大概十亿多 我们希望如果有一个通盘调整 可以执行的话 大概是在等于是明年 下个学年度的 九月开始 好 那再请教任志长 在你就任之处 其实本席就跟你讨论过 偏远地区的问题了 那我想最实际的就是说 它的认定上面 它是用交通的这个地点 就是未满 就是如果你不到五公里的话 你就不算是偏远地区 那像屏东就是有四个乡镇 它也不是原名的山区 也不是原名的乡镇 像恒春 大家觉得它 恒春还有仿山车城满洲 事实上它的客运 火车也没有到 客运大概一天也没有几班 但是它就没有办法得到 这个偏远地区的加级 那这个问题其实应该 不管是本席 或者我们屏东县级的委员 其实大家都反应过很多遍 还是要请教人士长说 在这个部分有什么要可以做 这个修正或突破的 来保障这些地区 他们一个平等的受教权 谢谢委员 我知道委员还有屏东地区的这个委员 跟县长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那老实说我们也 也大概把那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呢 其实有一套制度在走 目前差不多已经快到尾声了 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制度 如果签院里面核准完以后 就会给 譬如像说地方政府开始进行试办 根据我们 就给地方政府去认定吗 去试办认定 那所以如果因此需要有一些 地方政府认定说 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你愿意给它多 这个比较高一点的 那预算呢 预算是在地方政府去条件吗 就有地方政府自己向下呢 自己去做 在试办计划里面就是有 地方政府自己去做预算的一个支援 但是就是还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吗 对对对 让它自己去做 也让它有一个弹性调整的空间 能够 因为地方政府真的最了解说 哪些可能是真的是比较偏远 因地制宜 他比较知道说 哪些是真的是适合这个偏远地区 那另外我们常常在讲说 也常看到说这个警察他们 我不是针对警察 我是希望说我们的公务人员的法定 给予我们能够法制化吗 好那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在有一些 这个法定给予的部分 事实上并只有一些相关的作业要点 不到法律的位阶 那这个部分 市人市总署之前有说要推为重要的业务之一 那这个部分是 现在有做到什么样的阶段吗 现在大概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专业加级啦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加级 那这部分我们还是持续 因为跟委员报告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影响层面太大 那我们有一套目前根据我们的一些标准持续在进行中 那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我能够把这个速度加快 不过跟委员报告这个真的我需要很很很务实 跟这个小型的处理这一块 所以它的一个一个给予的一个法律的位阶是到法律的层次吗 目前我们有凤级法 但是凤级法里面呢基本上对比较细的东西并没有规范的非常多啦 就是授权给我们做我们可能有一些要点来处理 所以是不是能够完全都放在法律上面明明摆规定 就凤级法清清楚楚的规定 这个部分还是说可以容许我们在法律里面只是谈一个大原则 那还是应该要因为那很实物的东西有时候要变化 还是应该有一些授权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用这个授权由行政院来负责 这个我想可能实物上必须要这个考虑 好 我们以后再追踪 好 谢谢 下一位请油美女委员发言 请张浩路委员代理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练习的政府官员 大家好 安大家好 主席偶事可以请市任市长 委员好 就是根据这个总原额法第八条的规定就是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原额评鉴嘛 那所以今年正好是人事总处里面今天要办第三次的全面的原额评鉴对不对 那过去我们看到一个老问题就是说每次原额评鉴 然后呢都缺乏积极的意义 每次写说应在检讨或是应在评估适切性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一个抢制力 然后每一次我们就看到同样的话一直在那里出现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评鉴 我不晓得说你们在今年 今年要再做一个全面的评鉴 你们在今年的评鉴跟过去的评鉴在方向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报告其实我在520接这个职位之前 其实我几乎就是外部委员去很多机关做评鉴 我了解委员讲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进来以后当然我也跟我们同仁讨论 但是因为今年前置的作业已经在进行 那我们现在在做最后的回收的一个方式 我跟我们的同仁讨论说至少今年的所提的意见 应该聚焦在原额 而且要非常具体 那我们应该要勇于提出说 我们去做评鉴观察回来由我们提出的主张是什么 然后再跟受评鉴的机关大家来交换意见 那这样事实上对我们做原额管理会更有帮忙 那我也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这样跨出可能看起来是一小步 不过我们必须要准备的功夫 还有那个会议的一个准备功夫 是要非常非常投入大量的人力 因为委员也知道就是说 机关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就是说他业务多人不够 不过我们还是责定了一些重点的项目 来跟机关谈啦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各个机关他最适的 最适原额的这个调配 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因为每一次就已经审了几次的这个预算 然后看到这个所谓的原额评鉴的这一块 那每一次就是写说 这个再检讨再检讨 那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 可以比较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 我跟委员报告 机关很难讲说一个罪事啦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去检视就是说 为什么你需要这么多人力的合理性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年的试着有几个个案呢 其实有几个个案我就请同仁 真的把那个机关 每一个同仁在做哪些事情 一一拿出来分析 事实上一定要从他的业务开始检讨起 那业务到底这些事情做的到底意义在哪里 如果用现在的术语来讲CP值不高的 真的我们就会建议说 这个部分机关应该好好去讨论 因为我不可能给你再多的人力 你要做调整 所以我们尝试用先检讨业务 然后再来检视这个人力 那所以我不敢讲说这样可以达 真的很难讲说罪事了 不过我们再努力做这个事情 不过我希望明年呢 我们有更积极在这边 请机关一起来协助配合 因为这个的确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说在预算上 我们的人事费其实是很高的 而且就是说很多的政府机关呢 也把就是除了人事费不够 就是说这个人员不够以外呢 他还用业务费去用作所谓的约聘雇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就会牵涉到了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些的旧的业务 是不是有必要继续这样的 用这种很传统的模式一起在做 而对于新的业务呢 又变成没有人做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好 原来的这些的公务员 在做这些原来的routine的事情 然后呢 对于新的业务呢 我们又变成用约聘雇的方式来做 那其实这是一种人力的一个浪费 其实应该是让所有的人 重新再去整编 然后对于每一个业务呢 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他的业务是什么 因为这里面就牵涉到说 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 事彩事性在他的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去做好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非常表象去看说 哦呦每一个一个萝卜坑 他全部都在做事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到 就是说 把人放对位置做对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我想委员的指教我完全同意 尤其是 我们在做原委评鉴 还是依赖 我们自己人事一条边 所有的人事主管在做帮忙 那我一直想说明年 我一定要特别跟我们人事主管 强调这个观念 就是说 他平常就真的也要多多了解 所服务的机关的业务 到底哪些业务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样才能够讨论下去 不过我应该这样讲 这一件事情 当然还是机关首长要扮演最重要角色 因为机关首长一定要盯着自己的同仁 如果说那业务到底应该要调整 就应该调整 那我这边 有点像死的给的压力是说 我没有人 就是这种的人里面 你一定要先做盘点你的业务 然后真的不够人 我再给你 我想我的方式是用这种 这种逻辑 那我自己进到总处来的520以后 其实我的同仁 大概已经被我这样超一轮了 那事实上 我相信 我应该在自己的原额控管上 可能相对来讲 因为我负责这个业务 我要做给人家看 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心力 好 因为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就牵涉到 就是说每一个主管 因为我们看到说在企业界 其实他们的人力都用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那所以呢 但是在公务机关 其实是没有的 那当然 就我们说要这些主管 他不见得懂得这一块 怎么样去评估人力什么等等 所以你们也 其实也是属于训练的机关 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可以 针对这个部分 对于主管 给他一个know how 叫他怎么样去评估 说每一个人 怎么样是彩是性 然后他怎么样去评估 他的人力 那 你建议是蛮好 我想我可以好好在 我们的训练的一个过程里面 也许也可以想到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这个所谓的 性别主流化里面呢 当然在这一 我们知道说最近 这个所谓的同志的大游行 那其实中央党 民进党中央党部呢 也就是事实地去颁布说 他们这中央党部的 党务的工作人员 他只要有去助记 这个同志伴侣的话 那就可以给他们享有婚嫁 家庭照顾嫁 陪产嫁 伤嫁 抚恤金 领受跟死亡 补偿金等等这些权利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现在六都再加上好几个县市 都已经让同志能够去助记 那当然就是在我们的法律 还没有通过这所谓的 这婚姻平权的这个法案之前 在这段期间 已经有去助记的 我们人事行政总处 能不能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给有助记的 他们能够享有这些的社会的权利 是不是可以 应该是 我还是要配合 院的整个政策 跟我报 不过我想我们来努力 了解这个方向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好 那另外呢就是 对于这所 这所谓的给予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以前的 威权时代 那我们很多的法制 法律制度不是那么的明确 所以我们看到说 很多的这些的这个给予 不管是各种的津贴啊 补助金啊等等 很多根本是没有立法 没有法制化的 而是完全都用一个办法在给 所以我们看到说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跌床家屋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 在以前是因为 就是说公务人员 他的待遇制度 是建立在这种 所谓的生活供给的 为基础的 所以呢就是说 因为他的薪资低 所以为了维持 他的生活的需求 所以会给他各种的补助 各种的津贴 不管是交通啊房租啊 然后呢子女交易费啊 什么等等 可是在今天 事实上公务员的待遇 其实已经是跟外面的 可能还比外面高 所以这些也是有 所谓的生活供给 这样作为一个 这个薪资计算的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给他很多的 加上去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要全面 再去做检讨 也应该要让他法制化 其实我们确实内部 有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 您刚刚提的这些面向 如果不属于 那个奉集法的部分 还有很多其他部分 我们也考虑真的在 规划说是不是可以 制定一个类似 待遇专法之类的 然后让所有的东西 一次取得 譬如像说法律 法律的规定 或者法律授权 我想也经过大院的 这个审议 更能够强化 这个 他如果要做 这个事情的正当性 因为我们看到说 很多的不管是 私人的企业 或是 其实都是所谓的 单一奉集制 其实包括法官也是 但是现在好像 在公务员的这一块 还是有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补给 津贴什么等等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好好去研究 把它也单 单纯化 也是单一奉集制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比较符合时代的需求 OK 谢谢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中嘉宾委员 主席 主席 在场委员先进 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 工作同仁 以及媒体机的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那么有请任市长 是任市长 是任市长请 中委员好 您好 请问您的前任是哪一位 任市长 我前任是黄富源 好 那么您 520就任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 这一批在您就任之前 已经就任的立法委员 曾经有咨询过 黄仁市长 要求的一些事项 有没有做过一个review 呃 我的同仁有给有一些 例来这个 譬如像说 委员关心的一些事情 但是 很抱歉 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 没关系 因为刚刚周委员有问到了 就是关于DP加急 或偏乡加急 那么我刚刚 问周委员 他说好像刚刚的答询当中 有在承诺 年底之前 要给地方这种 一个授权 地方这种弹性 来判断的余地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了 不然的话 我会觉得我追问 我们那个之前的黄仁市长 到现在 如果他承诺的事情 后面 觉得该做的没做 那我就很可惜啦 所以现在 仁市长您的意思是说 这个部分是 明确会给我们地方 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进来以后 就有同仁跟我讲 然后我们就持续 他们本来就演绎一个方向 那我想现在已经到了 差不多一个该 该签院的一个阶段 因为这还是要签到行政院 是 那一旦行政院核定 才可以有 譬如像我们的方向就是 那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你们大致的方向吗 呃 方不方便 是不是事后的时候 我请那个 可以 也许 好 好 我这样答对不对 我在猜应该是 我不是很理解 应该是没有啦 应该是没有嘛 而且还有一些问题呢 我希望能够透过中央机关 再解决 我举例来说 我们在以屏东县政府为例啊 我们县政府是一个机关 但是我们所属的34个国中 它也是个学校 那么在报 身脏特考分发的时候是分开来报 也就是屏东县政府 都报屏东县政府 34个国中分开报 一个国中如果需要报 身脏定格禁用 其实它的规模大概在30班左右 可是呢 它所属的地区可能在恒春 可能在仿寮 那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个 可能需要的是两个 那么按照你们目前的规定呢 我报身脏特考之后 我一定要哪个学校报的 要报到哪个学校分发 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的情况 身心障碍者 它需要一个友善的职场 通常有时候一些偏乡的学校 不具备譬如说电梯 但是如果它在县政府 逼关本地服务 事实上它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职场的改善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 透过这种报考试 跟分发的方式 让地方同一民选首长 所辖的这个人事任命权 所辖的各个机关学校 可以作为一个 申请身脏特考分发的机关 人员派来了之后 我们可以视它的帐别 放在我们机关 跟学校所属当中 比较能够符合它的 人事长 您觉得这样可不可以 来做一个研议 跟委员报告 听起来应该是蛮合理的 不过我想 你也知道行政事务上 这个我想我们要跟劳动部 没有错 也许是一些 也许衛福部也有关系 主要是劳动部 因为劳动部规定 跟他来做一些继续沟通 在民营的总公司 它可以公司 总公司为一个单位 来计算它的 身脏定额禁用的额数 但是呢 在机关跟学校部分 它必须是 以劳保投保机关 来做区隔 那么因为学校 跟县政府本身 是不同的投保机关 所以它不同意 并入为身脏定额禁用 我一直要拜托人事总处 应该要告诉劳动部说 当我们行政机关 做这样的结果 是扩大了身脏定额禁用的额数 而不是减少 如果能扩大 给身脏者更多的就职机会 为什么我们劳动部 不愿意配合 我觉得人事总处 站在提供更多职缺 给身脏者来担任公务员 我也认为更多的公务员 进入了公务机关 身脏者进入了公务员 我们公务机关 会对身脏者更友善 因为有同理心 请问部长同不同意 人事长同不同意 我想我 会后的时候 我会请我们这个主管处 好好来把这个委员 这个意见 纳入这个言议 如果我觉得是真的是可行 我们应该也应该去跟 提供给劳动部 这部分的相关的 那在劳动部 它的法没有修改之前 我也拜托人事总处 应该提供地方政府 一些报身脏特考的誘因 过去我们地方政府 只要报考试分发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自行零用 譬如你每报五个 报考试分发 我们可能就有一个 可以进行自行零用 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 报托人事总处 赶快演绎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们内部 先做讨论 不过我想 目前的状况 可能有一些问题 还要克服 这个包括 因为我们的考试 还有一些 我了解 我是说你们尽可能 就想一些 鼓励地方机关 提报身上特考的 就对了 就是我们努力 想一些诱因 对对对 好 那么能够 给我一些答复 好 那再来我讲了一个 不要热门的话题 最近我们隔壁的邻国 韩国发生一些抗议 那么就是他们的总统 不管是念朴还是念朴 朴景慧 跟他的好朋友 这个崔顺石 那么因为干预国政 有人在网路上我就收到了 那么在本国 我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 有没有 那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叫做 闺蜜干政啊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啦 因为你说闺蜜 世人生活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管 但是更重要的 我认为所谓的干政问题在于说 他是不是 政府机关 有一定法定职权的职务的人 如果他不在政府机关 有法定职务 他就不能称之为干政 而是说他要违反他的职务去 行使他的职权 不是这样子 那目前我们国家 从总统府到地方 都有很多机关 他有些非编制内的人力 他们叫做 无几职的荣誉顾问贤 目前行政院有几职的顾问有几位 有11位啦 有11位啦 好 那无几职的荣誉顾问有几位 可能会比较多吧 100多位啦 大概是 那么举例来讲 包括侨务委员会 他有 有侨务委员是有法定编制的 但是呢有侨务顾问 侨务荣誉委员 跟侨务促进委员 这些荣誉职 我个人认为 对于政府推展 政府有帮助 我们应该多多的来使用 但是考量到说 因为他们是荣誉值 人事总处也没有纳管嘛 他有没有请也不知道嘛 我甚至问一下 现在有哪些部会 有设置这种荣誉值的设置要点 你人事总处有掌握吗 我会后来了解一下 好 但是呢我不是要你会后了解 他们掌握了设置了哪些 我是希望说 只要是在公务机关编制内的 我们有公务人员服务法 有相关的法令规定 包括说 连政风单位都要求 你跟人家吃饭啊 你跟人家送礼啊 都有一些规范 那这样的规范呢 防止政务机关 公务机关 有编制内的公务员 不管他是基要 政务 还是什么样的人员 受到一定的规范 但是我们希望说 荣誉的顾问值呢 只有零聘要点 没有行为规范 那么我们不希望说 未来的国家 我们需要政府 大量的使用民间的人士 来协助我们推动 海内外的政务 我刚刚举那个乔委员 我是正面的哦 我甚至希望他扩充哦 但是呢 我希望呢 人事总处啊 主动的来思考 是不是我们订定一些 行为规范 让各部会 可以聚意要求 他们所聘的 这些荣誉职的人员 避免造成 一些不必要的 可能外界认为 有干涉 行政的中立的作为 你同不同意 现在行政会 其实定有一个大原则 就交给各个 各个机关自己 是对荣誉职人员吗 对顾问啦 所谓广义的顾问 行政院定有一个大的原则 那交给 有形著于文字 有一个叫做管理顾问原则 行政院定个原则 那当然各机关 自己的顾问 有自己定一些要点 不过刚刚委员指教了 我觉得是蛮重要 就是说 这个事情其实是 它是借用民间的这个 咨询 那但是我们希望 它有一些规范 行为规范 这应该是需要 那我想我们来研绎看看 如果有需要 我们就来建议行政院 有一个比较更细致的一个 一个指导啦 可不可以在一定的期限 现在也给我一个了解 你们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好不好 大概多久 呃 我不急啦 您头发都白了 我怎么可以急呢 那这个会起结束以前好不好 好可以 没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请徐政卫委员 主席好 麻烦请我们的人事长 石仁市长请 我们这个主改 改得乱七八糟 我们那个 现在文官不贪财 武职不怕死 是我们公务员的基本精神 也是我们基本具备的条件 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的政府应该成为我们公务员最大的靠山 我们的政府应该照顾到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是不是这样 呃 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雇主 当然应该有责任要照顾好自己的员工 那同时也应该要要求我们的员工要进 他最 就是他的绩效要做好绩效 他的绩效要做好 所以好 我们来看一则 10月15号 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综合民时是什么意思 10月15号 诶 没有 本席在这里先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对所有公务员的续讲的部分 综合民时是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是要根据那个具体的试证呢 然后做正确的那个判断 是 讲诚考核嘛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来先看看 行政院我们的陈美玲秘书长 在10月15号做了一个决议 对于我们不当党产委员会的成立 好 积极成立 让我们这个公务员啊 这个有讲诚 而且是有续讲 已经这个请人事处啊 我们的人事 人事这边 在这 请人事处针对协助 设立该委员会之本院相关单位 这个续讲作业 请问现在续了多少人 这个讲的部分是大公小公还是嘉奖 跟委员报 因为这是行政院作业 并没有报到我这里来 10月15号 但是有行政院人事处 是 那您觉得假设您觉得对于不当党产委员会 这个部分来续讲的话 您觉得对公务员的部分 是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们现在是选边站 因为我们的不当党产委员会啊 是极端具争议性以及政治性的机构 跟委员报告我想他基本上应该这样看待他 因为他是一个根据法律设置的一个机关 那我想公务人员呢 我想陈秘书长应该是属于说 我们一个新机关成立有很多事情要张罗 那需要大家努力 那我想他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说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好 然后又要有绩效又要考评 这是不是鼓励我们的行政部中立 以及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这个经济部有一个文说 这个我们这个民进党凯达格兰学校的招生 这个部分也是违反行政中立吗 是不是 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还是设立这个机关 我想不会有什么鼓励公务人员 要违反行政部中立 因为他是在努力把法律规定的事情 做好 那第二件事情 人事处那个事情 我刚刚也提过 我想基本上 我想我们处长已经跟我报告过 他可能根据以前的做法就照转 所以您的处长已经跟您报告过 所以其实人事长您也了解了吗 我了解 所以在很多的政策里面 真的是让我们的公务员 这个无法来适从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 本席对于我们族改委员会的部分 到现在都还没有顾问 他有我们委员的成立吗 在这里 本席表示 对我们的人事长这边 表示非常的嘉许 因为第一个 我们共体时间 共赴国难 所以因为 这个 我们现在财政吃紧 所以我们打算 就不要成立好了 所以 少一个月就少一个月的薪资 那另外呢 对于我们现在行政院的部分 我们有这么多的黑机关 这么多的黑机关 我们一直在做人事精简 人事精简 从98年 99年 100年 我们的人事精简 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竞争力 不断的往前提升 从98年23名 世界排名23名 到99年 第8名 到我们现 100年 这都是洛商管理学院 评估出来 台湾的世界竞争力 但是 在现在的政府 却跌床架屋 让这整个人事的体系 越来越肥 越来越大 但是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对于三级机关的首长 我们竟然要用行政这个 行政任用来派 这个部分难道真正 真正善待我们所有的 经过国家考试的公务员吗 我们这些国家考试的公务员 二三十万的公务员 难道 没有人可用吗 如果我们为了专才 而为了放宽任用 到外面揽才 知人善任 就像我们刚才游美女委员讲的 把对的人用在对的事情上 二十几个 二十几万的 我们的所有的公务员 要经过我们有一个 国家文官学院 来做赔利 不断的训练他们 跟上时代的潮流 不断的不断的训练 难道这整个文官体系 就这样子 要来崩解掉吗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整个公务人员训练 除了国家文官学院以外 其实更重要 当然是在我们总处下面 两个中心在负责 那我们知道整个文官 当然需要很多专业的训练 不过 我们 让三级机关 重要三级机关 做政务跟常务的刷轨 什么叫做重要的三级机关 您看我们这边的公务员 都不优秀吗 我想跟这个无关 我们再讲说 如果这个机关 涉及是比较大的政策性的议题 我们真的 因为三级机关 其实已经在执行政策了 已经都在执行了 很多三级机关 甚至它在规划一个政策 现在本席还是要说 我们的政务任用 真是把所有的国家的文官体系给破坏 英国日本 之所以都用常务官 他没有办 他不会去用官派 就是因为 他要稳定整个文官的体制 让不因为 不因为国家的元首 经过政党轮替以后 这个国家的大机器 沦为崩解 所以任何人当总统 都不会有影响 因为他有健全的文官体制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三级文官 三级的首长要被这个 我们行政院命的话 这会整整的 您说重要 未来可能所有的统统重要 您的重要是什么问题 他一定 他一定会有一些政策任务的机关 我们才会考虑 采用双轨子 我们来看看吧 拭目以待吧 任市长 另外在有关于我们年金改革的部分 我们真的照顾到公务员了嘛 我们警察消防 您真的要他 65岁还在 还在这个 这个救难救火 还在追赶跑跳碰抓小偷吗 65岁 所以是不是我们警察消防 在年金改革里面 可以把它分开来处理呢 那我们的公务员 也不能跟这个劳工来比较啊 他本身的薪资结构就不同 是不是 各位文报 年金文在讨论这个 退休 可以开始指令 这个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的时候 其实也把警察这种消防 这种特定的职业来考虑进去 所以有一些讨论可能要做配套 所以不是说 所以现在的讨论如何做配套 所有的公务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讨论如何做配套 对 事实上那种配套的方案 在年金委员会里面是有讨论到的 譬如说 他一定会比较 譬如说 一般我们公务员如果说 65岁才可以指令 指令全额的退休金 那是不是65岁还没有定案 那警察跟警察 是不是65岁还没有定案 已经 新闻这么大了 还没有定案 尤其是 未蒙其力先蒙其害 您知道去年公务员申请退休多少 是10年来最高的1万多人 如果未来65岁才能退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国家的禁用的 新陈代谢是迟缓的 是停滞的 我想 林俊委员在 我了解 林俊委员在讨论这个议案的时候 一定同时也提到 即使要做这个事情 配套应该要什么 配套方式 所以啊 任市长 您是我们所有国家公务人任用 您是任市长 也是代表中华民国 也是代表政府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公务员 如果公务员没有办法 安心在他的工作 尽其所能 那国家怎么会强盛呢 如果公务员没有办法安心 那国家怎么会强盛和和平呢 怎么会进步呢 时代的巨轮不断不断的在变 我们如果不跟上 永远会被淘汰 如果文官体制完整的被破坏 我们的国家不晓得下场该如何 现在整个的经济产业 已经够低落了 而且多么的消沉 所有的劳工团体 统统在成抗 九三我们公务员也成抗啦 但是我们国家到底听到了吗 政策在哪里 稳定军心在哪里 我们还能提出三级机关 用行政任命 真的是荒天下之打击 安定民心 安定人心 在这里请我们任市长 照顾我们全国的公务员吧 大家都是优秀的 如果不懂得知人善任 你到哪里去网罗人才 到外星人 到外太空去网罗人才 我告诉你也找不到人才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 库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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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那 蔡亦宇委员 请这个我们任市长 市任市长请 喂好 来任市长好 任市长 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 明年度我们关于这个 人事行政总处的一个预算 我针对这个预算中 我针对几个问题来询问一下 就是我们在一百六年度 我们这个在人事行政的政策规划 执行及发展业务下 有一个人事资讯发展规划 那 他 编列了 八千一百一十七万七千元 所以他足足跟 比一百零五年度 增加了七千三百一十六万两千元 增加的幅度是不是非常的高 那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计划到底 他是要执行怎样的业务 可以请人事长说明一下吗 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计划主要是 因为我们 现在有非常多人事部门 他自己建立非常多的系统跟维护 那事实上这个真的是 资安也会出问题 然后运作效率也不好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能够把这一些更整合 变成有种处来 来违运 那事实上用这种方式呢 每年可以节省相当大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的人事 我们派驻在每个机关的人事部门 就可以运用这套系统呢 来做非常非常多的 协助我们做决策系统的一个运用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 希望呢 所以人事长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他是一套新的系统 是这样吗 应该这样讲 他本来当然也有一些 旧有的一些 一些系统在那里 可是我们要做更新 做维护 做功能更高的一个加强 那怎么会这么多强 更重要的是跨机关 跨机关之间的 我们要做跨机关之间的 那个相互的一个 一个 就是说跨机关之间 同时都可以使用这套系统 是增加的幅度蛮大的 对这个增加的服务确实是比较大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透过呢 一个新的一个计划跟行政院呢 特別 我们也根据我们的有一个行政院 有一个叫做各机关 资通讯应用管理要点的第五点 然后去提了一个专案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也是经过了国发会的审议核定 那透过这个方式 但是我们要在今年年度预算的时候 那这个跟未来 如果成立资安办公室后会有关系吗 资安办公室应该是更大的一个概念 这个基本上是有点像是我们做人事体系的 云端计划的一个一环 云端计划 那我想因为这部分涉及到的 这个预算这么多 我想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请这个人事处可以再给我们一个具体的说明 可以吗 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计划 那今年看起来计划的一个预算庞大 这预算庞大有些部分就是我们原来有一些系统 在那里我们要更新 那也包括这些系统的违运 有些已经很久老旧了 我们必须要去做更新 那如果不更新的话 事实上整个系统的存在呢 运算就会很慢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今年 在年金改革的时候做非常多相关数据的运算 其实这就是运用我们本来有的系统呢 里面去做很多很多 评估数据的一个运算 那这些系统 简单讲 久了 你如果不 就是说有些硬体设施 或者是软体设施 不更新的话 事实上这个 对我们整个政府的运作来讲 那已经多久没有更新了 我大概有 八年了 八年没有更新 所以一直都是很旧的系统 所以一直都是很旧的系统 对这已经有很旧的系统 我们希望今年呢 就一次呢 来把它 變纳入预算呢 然后来慢慢把它更新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我要请教人事长 那因为我们在明年度 我们一样是有规划的 这个 针对这个退职人员 他还是可以比照 比照这个军公教的一个人员 然后我们给他子女的教育补助費 那 就我了解 我们的这一个补助的办法 是基于65年 行政院的人证率 15018号函 然后就把 这一个退职人员的 子女的教育补助費 那一样是编列 编列出来 那这部分 这部分人事长 你有什么意见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 其实行政院进来以后 也 积极指示 我必须要 要对这个议题 做一些 一些分析 那确实他本来是用院函 那用院函 确实是 就发了这样一个钱 确实是在 在法制完备 这份是有问题的吧 在少了一个 法员的一个授权 在法制完备上是不好的 那所以我们目前的方向 应该这样 两个方向 一个也实际在检讨是说 如果 退休的公务人员来讲 哪些情况下 才应该给予 子女教育补助費 比如就像说 也许比较是弱势的 我们才应该给 不是全给 那这是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方向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法制上 让它更完备 但是现在问题是 我们这预算是有编出来的 对 那今年因为我们预算编出来了 那 我们目前预算编出来 那当然 因为人事长 我要强调 我们要照顾这个 所有的 不管是 这个军公教 那 我们要照顾他们的 是一定要照顾 但是他的照顾 还是要回到 所谓 退休金 所谓所得替代率的一个概念 对 那你现在又 又把它纳入了这个 子女的教育补助费 我认为是 这个是没有法人预据的 所以这部分我想如果 如果既然行政院都要检讨的话 立法院我们当坏人嘛 我们就把它冻结 我想跟委员报告 我们总处的这笔预算是限制的 对 但是您刚刚提到 退休那个部分 并不是编在我们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编在 应该是编在 编续部跟教育部 编续部跟教育部 对 主要是分别编在不同 因为我们没有编 退休的人的那个 职女教育补助费 不过如果说 这部分的 我们行政院的检讨是希望 新的制度可以在明年 9月的时候实施啦 明年9月喔 对 就是说 我会不会太久了 这样一个方式 这个想象上 这样有点久 这个都是以学年来发放啦 跟委员报告 因为 譬如像说 这笔钱应该是 今年9月已经开学了 这一学期已经发放过了 那就剩下下一学期 所以我们才规划说 如果要做调整的话 就等 新的学年度开始 再进行 就有点 比较是过度的 那你们方向还是要早一点 做出来啊 对 会尽快 要这个改善的一个方向 对 没错 好 那第三个问题 想要问人事长 因为我们现在 呃 我们 从一百零 我 我说我这边看到的是 从一百零 二年开始 我们 我们编了不少的预算 都在做这一个 呃 公务人员的进修 那我们鼓励他们出国 出国去进修 那我们甚至 呃 会给予他们补助 那人事长 有 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当他们进修后 那 取得更高的学位 结果后来他放弃当公务员 转到了民间机构去 有这样的状况吗 应该是非常少啦 大部分的公务人员 都还是会继续 在政府部门服务啦 也许他是 比如像说他 出去的时候 是在A机关 对 但他未来可能到 B机关 那他整体都还是替国家 在服务啦 那如果 如果 我受到了 如果我 这样的一个补助出国 那 我后来 我选择 我知道民间有更好的机会 我选择放弃 继续当公务员 到民间薪水比较高 那这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个人 一定时间 你拿了政府的钱出去的话 你一定回来要服务 一定时间 如果在一定时间里面 你没有服务 事实上是有一些 有这样的规定吗 有这样的规定 有规定 那如果这个规定 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办公室 好 没有问题 对因为我认为说 如果他既然接受 国家的全序辅助去进修 没错 我们还是要 在某些层次 要限制他们 马上转到其他 其他民间部门去 那就浪费了政府的 补助的一个美意的 因为我们要赔偿啦 就是说你如果离开 你就要 对对对 目前就有这种规定 目前有这规定 那规定再提供给我们办公室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请林维州委员 林维州委员 发言完毕以后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谢谢主席 请市任市长 市任市长请 你好 现在即将开始審查预算了 我有提很多案子 那个删减的案子 我们的预算删减的案子 不过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关于公务人员 这个要依法行政 要保持中立 这样子的精神 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公务人员 应不应该有太明显的政党倾向 任何一个公务人员 在他自己的私人领域里面 当然有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是宪法保障 那是宪法保障 这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跟这个表义自由 但是在处理公务上 就不应该涉 涉及政党 好 很好的答案 处理公务 不应该有 太明显的 不应该有 应该要依法行政 然后要中立 这个叫行政中立 依法行政 就是不应该有政党倾向 来处理公务 所以我完全支持这样子的 判断跟精神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你知道吗 这个制衡权力 除了靠反对党之外 其实很多人 都没有讲到 公务系统 是制衡权力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些公务人员训练有数 非常专业 法令显熟 他们知道什么样是违法 什么样不是违法 所以用他们来制衡 执政党 事实上是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会让国家 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 不管政党怎么稳定 都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往前迈进 所以公务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先决条件就是要依法行政 然后要行政中立 这也是政党政治的意义所在 这也是政党政治的 意义所在 所以 政党可以执行它 想要执行的这个意志 跟它的政策 推动 利用这个国家机器来推动 但是 都要符合法律原则 这个政策 不能超越法律 现有的法律 在那边 好 这个 我要讲这个 就是說 我来问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先进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行政中立 要依法处理公务 多么的重视 最近 美国总统 正 选战正憨 打得正 火热 希拉蕊 关于电邮门的事情 一直 纏绕着他 恐怕是这一次他选举 最大的一个 灶门 本来已经 结束调查了 检察官也不起诉了 FBI也差不多 就调查完毕了 最近 这两天又重启调查 所以他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电邮门到底是什么 你简单讲一下 你知不知道电邮门 我的理解是因为 他在担任国务卿任内里面 他把公务上的 有人指控他是 公务上的E-mail 在讯息 透过E-mail 大概用他 大概是私人还是什么 用公务上的E-mail 好我跟你讲 其实很简单 他用私人帐号 处理公务 用他私人的E-mail的帐号 还有私人的电话 不是用公务电话 他没有 公务有配给他 那个电话 或iPad iPhone 黑莓机之类的 但是他不用 他用他私人的行动载具 用他私人的E-mail帐号 处理公务 就这样就不得了了 其实他没有明显其他的违法 他的行为 老实讲在法律上 还不至于 就之前的调查来讲 不至于违法 但是呢 是一个严重的 丑闻 瑕疵 我刚开始也不太了解 说 用私人的E-mail 然后来谈公务 谈公事 这样有很严重吗 结果在美国真的很严重 你的看法 会泄密 还有很多公私不分 因为他那个把它调出来 他的E-mail里面 总共有6万多笔 有3万多笔谈公务 3万多笔是私人的 不谈公务的 所以混杂在一起 可能会被窃取 泄密 也有可能 那表示 其实他这个是什么 隐含说 他公私不分 他也有可能把公务 跟不相干的人 谈论 其实是一种这样的隐含 所以 变成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虽然没有违法 好 我讲这个的意思 就是要回头讲 凯达格兰学校 那个发公文的事情 他是相反 人事处 他用公务系统 来发私人 跟公务无关的 谈论私人事情 我想这个也一样严重 一样不应该 你公务的 系统的公文系统 这还不是账号而已 公文系统 来谈私事 凯达格兰学校 请大家去报名 那个不错 凯达格兰学校 即使不是 所谓民进党的附水组织 这个实在很难认定 附水组织 这个 处长 我们 任市长 我们客观一点来谈论 附水组织 或是他的什么附属单位 这个都是不明确的 名词 因为他都是已经合法登记的 一个人民团体 这个跟救国团 或是民众服务社 意思一样 民众服务社也是 合法登记的人民社团 他也要选理事长 要有理事 然后现在也常常被认为 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 但是那个 到底要怎么去认定 其实很难认定 但是有一点 那个不应该的是说 公跟私的问题 不管他是凯达葛兰学校 或是救国团 或是民众服务社 他都是民间社团 不应该要 不应该占用公务的时间 公务的系统 来处理 民间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吧 跟委员包 我想这个事情 我答复过 我认为是不应该 但是我要讲一点 就是说 这就是可能以前 我们人事处 很多人事处 只要是外面有转 转来 转发 他都帮他转 包括学校 可能招生啊 他都没有去判断 就跟着 其实都不应该 那我认为呢 只要是涉及呢 如果我们的判断 认为这是跟政党 政治性团体 甚至我的email里面 告诉我们主管 我也不认同 宗教 对 的一个讯息 我们应该把它 转过去 应该是要公私分清楚 对 没有错 公务系统的 公务系统的 他们比较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 公务我认为是电邮 就是谈公务啦 从美国那个例子 电邮我们 我们就看很清楚 公务就是公务 私人就是私人 公私分清楚 免得判断上面的混淆 到底这个 这个 这个私人 会不会跟政党有关 会不会跟盈利有关 会不会跟宗教有关 这个有时候都很难判断嘛 所以公私分清楚 最后 不好意思 主席再给我一分钟 最后 我要跟那个 这个 任市长 讨论一下 上一次我跟你提的 这个 我们 竹北生物医学院区 今天 前两天 绝标了 那个台大生医医院 绝标了 所以再来大概11月份 就开始动 会动工了 那很确定 将来那个 他会作为一个 生医医院区的一个 驱动的火车头 火车头啦 所以他的人员的员额 公务人员的员额 我再提醒一次 就是说 我知道 我们都在精简人力 但是其实 他的背后的 我们应该知道 就是说 我们是要符合现实 如果说 他的 人力需要精简 就要精简 他的服务的 民众 减少了 或是服务的绩效降低了 那要精简就精简 但是有的是新的业务 而且那个业务是重要的 就像 生物医学院区里面的 这个 医学中心集的台大医院 我认为他对竹竹苗来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这个公务人员的 原额这一部分 请人事长 要慎重的 务实的去考量 是 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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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你不能答應得太乾脆啦 123案本來一個30萬一個10萬一個120萬 這就是123案 其他的委員提案有跟這個都沒有關了 前面這個123案 120萬 10萬一個30萬一個120萬 好啦60萬好了 那個裡面 因為我們實力決算數那一個地方 本來都是有一些就是動 我今年特別想說務實一點 最主要是這個 其實那個10萬30萬那個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這個120萬 這個120萬增加的比較奇怪 第三案有沒有 給那個人士長 以前這個我們實際上 致用都超過這個 那我進來以後我覺得這個 反而不好 我就調整內部的預算 特別把它還原到這裡 我想這樣子 未來在決算的時候 也實際上如此編列啦 所以真的沒辦法 這部分真的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大量的那個需求 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決算數本來都高於這個 這樣 所謂50萬好了 不要啦 就30萬 就30萬啦 因為其實他的經費也不是很多啦 因為 我 不是 我核實 很多人以前不核實 我來了以後我覺得這個反而不好 我調整我別的那個預算經費 一般來講 行政機關不太把預算變成在行政費用的 那我想我 我反而願意這樣做 但是 我們被死就很少啦 我 怎麼可以 在那裡 尊重你 好啦40萬 40萬 好啦40萬啦自行調整啦 第一幕3減40萬自行調整啦 檢驗40萬 那第一幕就是第一 提案的123 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 那合起來就是3減40萬 然後由他們項目由他們自己去調整 好那我們現在第4案 這個我跟各位報告齁 從第4案到第17案 都是第二幕啦 那這個部分呢 裡面有第5案第6案第11案 第11案跟第15案是有簡列有凍結 這我特別報告這張宏路委員齁 這個的提案齁 又有凍結又有又有這個我會 特別把它標註下來齁 所以以後要特別注意 張宏路的提案齁 這個這個有簽名的 是不是有包括我在內 我是不是要沒有齁 那不然 那不然我要撤簽 不然齁 對市長不好交代 那第11案 第11之1 第13第15第17案 第17案 這幾個案是凍結案 其他都是三減 那因為這些提案有一些都重複 那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是不是可以用第一幕的這個例子 我們把所有要凍結的案子 123456有7個案子 這7個案子凍結理由都把它整合起來 但是呢凍結一個數字就好 不要說這個凍200那個凍300 這樣零零碎碎 他們也很難做事 那不曉得說 你這個到底200是要凍在哪裡 那個300凍在哪裡 因為你的理由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一個 一筆數字 但是呢 對 凍結的部分就一筆一個數字 但是凍結那個數字 但是呢 理由有好幾項 請他要來報告 那麼報告之後呢 這裡面 才解凍啦 大家這個同意之後才解凍 凍結 凍結 凍結500萬 500萬可以啦 我跟你講啦 500萬對他們來說 他們也受不了啦 這個兩億多 總共是兩億多的預算 這個第二幕的部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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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啦 你自己提的都不值 你自己提的都差 所以我 十萬百萬 你都提一千萬 所以我自己先犧牲 對不對 我再也黨的立場 所以我們凍結的部分 你剛剛是講刪除的還是凍結 凍結凍結 一人你提的是凍結多少 我兩個 對啊 你有一個 重結收藏 重結 十分之一 二十多的 二十多 兩個都是二十多 二十多就四千萬 對 二十八十千萬 他屁太長 這個 這個 這個你講一下 我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 因為 我們的業務 你都一直告訴我們 你看人事經節 對 對 我知道 我來說明一點 我的 我要在 我二點多億裡面 真正 那個 那個資訊 真的我們一定要有 資訊的投資 那個真的不是浪費 那兩個大的一個東西 真的一定要 而且那本來就已經有 我們必須把它擴重 那真的對人事決定是有幫 那我扣掉那個以後 真的 其他我所有的業務處的 那個業務經費 根本不到一千萬 我加起來差不多九百幾萬而已 那個都是屬於 一定要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 真的 我大概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可以接受大家一個提案的就是說 明目喔 謝謝 然後如果我們 當然提到五百萬這個數字 大家可不可以 考慮一下 那 他也不會說五百萬他就不要 對 他也不會說你凍結五百萬 我就不理你 對啊 五百萬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 對不對 他這個參除的部分 參除部分我們在 因為我這邊 我這邊是有寫的 那個 就是說你 你提出這個檢討報告之後 你就可以動 你就可以動 那個動資啦 對啊 對啦 我們還是提交書篇報告 這個議員兄我跟你說明 我提的這個建議 就是他們有利有弊啦 對他們的缺點就是說 本來有一些是 只要提報告就可以動資了 但是我們既然把它寫在一起 他就通通要到委員會 排一次的會 要把這些都報告完了 然後做整筆的處理 所以這個是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你知道這裡面一定會有委員提 要來做專案報告時的動資 所以你既然要有一個案要來報告 你就所有的案一併報告啦 一次 因為我們洞節是4千多萬 如果只3、500萬 是差蠻多的 沒有...沒有3啊 洞節 不是 其實 洞節的數額啊 其實對他們來說 你看起來好像 500萬跟4千萬差很多 但是500萬對他們也很重要啦 也很重要 所以他也不可能說500萬 他就不要 這不可能 但是有時候你動的數目太高 影響到他們的運作 因為你如果下會期也不知道誰當招委 那排的時間也不一定 什麼時候會排他們來報告也不知道 那有些計畫怕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這個都是全國共用性的 我們這個人事精選其實是全國共用性的 不是我們在用 是我們做一個龍頭 然後我們好好設計這個東西去做 洞穴一千萬 刪除一千萬 不可能啦 精簡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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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精簡 因為我們本來就很小 然後你也知道我的人力都精簡了 那所以業務費那個是一定要發 你這樣再 我真的沒有辦法 各位做這個單位喔 虛幅的預算最少 真的啦 你如果要刪去台國防部了 假票 我不是要為了 我沒有辦法去那邊處理 你這設備建制很少 凍結一千三十五百 為什麼 三真的是會 策略型的齁 你兩億兩千多耶 不是啦 比起去年來講 不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兩億兩千多我已經講過就是說 其中呢 事實上那個資訊的一個費用 真的是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繼續做 然後有些那個資訊已經有八年沒有汰換 一定要汰換 一定要汰換的 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那個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那個不做的話 整個我們的人事體系的那個 那個所有資訊話題 可能都會停 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是不是這樣建議 就是說 因為那個系統如果老舊不穩定 那我們要處理非常 因為我們是全國的資料都在我這裡喔 所以那個真的運作上會當機啦 就是策略性人力資源 這個第五階段的電子化政府計畫 電子化是不是 這是第十四案啦 針對這個 我們這個針對這個比較 刪減的比較多嘛 因為之前齁 都已經有在做了 現在是變成提出一個 你們又提出一個新的計畫 出來做 但是因為之前是有在做 但是就是因為有些功能 必須要更大擴充啦 比如就像說 這個是新的 對 我們 105年來講 這個這個這個 在這個第二母裡面 其實增加最多的就是在這裡 7000萬這一部分 第十四案 其他的部分是 歷年來都編列了 所以針對這個第十四案這個 因為你們是一個新的計畫 而且金額相當龐大 7000萬 所以這一部分主要是什麼 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部分還是 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部分裡面有很多 原來的系統要更新 然後再做更多 甚至比如像說 我們可以做主動的那個 比方本來可能一個A系統 A系統沒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希望那個功能要更強化 那事實上對於公務人員來講 很多事情更可以跨機關的那個 那個界階的一個服務 那裡面做一些open data 也做一些my data 甚至有做那個app的那個 就是說很多事情可以有更好的一個 讓公務人員本身可以更及時掌握它 這是對內還是對外的啊 這是主要是內部的 全國性 我這裡補重要 它不只是對外 很重要的就是 一本年前序部還有主計總處 我們是當一個hub 我就是一個hub 全部的人都 跨機關都來這裡用這個資料 所以這一個資料對未來年金 四次算各方面非常重要 假如我們現在不投資這個 未來再分析資料 它的那一種代替型會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 你們是自己開發嗎 還是用現在自由的系統 規劃自己規劃 建制一定要找別人 這樣會比較短的時間 你這個預算怎麼估的啊 因為軟體的東西我很懂啊 你這預算怎麼估的 這是一個四年的一個計畫 我想這另外我們再找時間 跟習委員 因為習委員你是 你是這方面專家 你是這方面專家 因為你這個如果要提 或是一些 講出來的 的 對對對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 對啊 那你們是用公開招標還是怎麼弄 對招標 那韋州你 有沒有是不是我請他們來報告之後 因為這一個齁 你看我在說明欄裡面有寫到齁 就是說他才剛剛完成一個計畫 97年到105年齁 那個 上一次編列的是 已經投入4億8千多萬的一個龐大的經費 去改善那個部分 那現在你又重新編列了一個7千萬 也是資訊系統方面的更新 之前不要是作業面 那現在不要是要擴張更多 那個資訊系統這方面的應用服務 類似 本來就之前投資的是建立類似一個平 有點像是做一個作業系統的平台 來共購的一個 那基於這個一定要有更多的那個運用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有這個方式來做 我現在就希望有這個方式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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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部分到底 我現在的功能是新的啦 這樣我能不能 這樣我能不能建議啊 就是說 那如果大家看起來是對這個7千萬的部分 比較有疑慮嘛 我們就是 凍結的五百萬 凍結在這7千萬 然後呢 簡列五十萬啊 就是這個 這個 不 簡列五十萬就是這個 你自行調整嘛 這個整幕啊 簡列五十萬啊 因為我跟 我跟幾位報告第一個 他的七千萬也不是他們編的啦 這個是上一任的政府 上一任的政府 經過國會統一的計畫 這個也不是生出來的 這幾位很久啊 這是從 前任的政府到現在繼續在處理 計畫是前任政府通過的 啊 預算也不是他們去生出來的 這是計畫的 編列的金額嘛 那如果說 大家有意見 那不然就 動著五百萬 動在這個 7千萬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簡列五十萬 因為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刪啦 簡列五十萬 讓他們自行調整 他要幾個動就要來做報告 對啊 他要做 做一個專案報告啦 這個是幾年七千萬 明年一年 一年有幾千萬 一年有幾千萬 一零六 一零六 四年嗎 剛剛 是怎麼樣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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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一下 我知道 這電子化政府 四年計畫 因為我們是做大師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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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第一年 因為計畫的開始 因為之前才結束 所以是七年到一百萬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一百萬 然後凍結一千萬 這樣 這樣 你就抓一個中間數啦 凍結 凍結七百五十萬啦 不要啦 七千萬凍結 七百萬啦 一層嘛 這都10% 10% 凍結七百萬啦 那減列 七十萬啦 好啦 給我一個 給大家一個民主啦 你也看我們人比較多 不然你們坐在這裡 不然你們在台湖算 對不對 對啊 好不好 所以 我們凍結 凍結在這個七千萬的部分 那其餘的 七百萬 七百萬 凍結七百萬 但輸啦 要他們提報告 因為他上面寫的 預算編列方法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做專案報告 對啊 做專案報告 這個在 我後面的提案那個 Angle O一樣 所以這就是要提報告 主決於的 做一個專案報告 經委員會同意後 使得凍結 使得凍結嘛 就是凍結部分 凍結在這邊 七百萬 其他三減的 減列部分 減列七十萬 第二幕減列七十萬 這個科目自行調整啦 好不好 我另外一個問一下說 因為你們 已經有提這個 要做的項目出來嗎 那你們這七千萬 是去巡假得來的嗎 就是說 怎麼編出來的 我們大概都會 因為我們 市區系統開發那麼久 我們大家都知道 要做很多 尤其明年開始 我們做 今天要邁哥 明年開始四年 我們大概做 大數據分析 還有 還有Open Data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們 除了我們總處在用之外 我們給所有的人事機構 人事委員 我們也建了一個商業智慧的工具 讓他們去用 所以大家我們都會知道 就是大概 工具商量多少錢 開發系統多少錢 保護資料 治安這些大概多少錢 所以我們大家都 都有 你這個是涵蓋其他部會 都可以使用 所有的部會 所有部會都可以使用 那 八千多個 那 包括四院 所以你是把所有部會的資訊 都整合在這一套 對 人事 OK 好 我理解 那 所以其他部會 如果有出現類似的案子 我們就可以 他們應該不會編 不會嘛 不會 他們的業務 會塞在裡面 我們不知道 對啊 所以我們不知道 好 那就是我們從第四案 第四案到第17案 還有就是後面的 N跟O 就是主決議的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一樣的 全部就是 就是你必須 凍結 700萬 然後 簡列70萬 那要就是報告 好 就是中和 整理報告 整個 目簡列70萬 科目自行調整 然後 凍結是凍結在這個7千萬 凍結 10% 那 請人事行政總處 到委員會來做專案報告 經委員會同意後使得動之 那就照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就第18案 請 買車又要加油 又要那個 這個 對 你解釋一下 這個是買什麼車啦 新車啦 因為我們每一輛車齁 已經快20年了 那20年 基本上 你也知道 車子安全性各式各樣的有問題 還有耗能 還有耗能 所以我們希望乾脆就太換 那已經到達一個年限 那真的就是簡單這樣一個東西 把我三個都很貴的 所以你現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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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的車子 我真的不敢讓他 其實我 我當然有 有注意到 就是說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說明嗎 就是說 他行駛的總理程數 才8萬多公里 如果以我們個人在開車子 這個開個十幾二十萬就是很正常 8萬多公里 然後 104年 平均每個月使用的天數只有9天 每個月使用9天 所以使用力很低啦 然後現在又要換一部新車 將來使用力還是這麼低 所以 這個 說實在啦 如果以我辦公室來講 我都會覺得是很浪費的 所以 所以基於這樣 真的有必要 每個月才使用9天 有必要再換一部新車嗎 就是因為我怕 已經20年了 我怕開出去齁 那那裡 下去 出什麼問題 這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少 少用啦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盡量是以短程為主 不敢讓他開那個 長程啦 你也要做一個 這樣子啦 做這個 做一個 做一個決議 要求以後每月要上路20天以上 你也會啊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買 如果用不到 一個月只用9天 那表示你用不到啊 那表示你用不到啊 那 他怎麼真的不敢用 這部 那一部是得利卡 那得利卡 用到現在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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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也只能買類似的 這樣 但是我們有時候 在辦什麼活動的時候 再一些東西 一定 要用這種 比較大 你如果要叫小貨車嘛 也要花錢嘛 對吧 臨時要租也沒辦法租 是啊 臨時租 要去租也沒辦法租 好啦 一台車 一台車啦 一台車啦 這是太幻了 不夠認真啦 為主你這個認真 我感動到 感動到 八十二萬了 來信 來啦 這個要來 有認真 你不是要把市 很少業務費可以省 都是這些費用 不然還有什麼費用 我建設費啊 我去信頂一定 聽你說這個故事 八十四萬了 你信 到時候 我們會看喔 明天我們會來看那一部車 好 好 使用效率怎麼樣 讚讚讚 好 好 這買好要塞來 塞來頭巾給大家看 一個月子開九天 你說新車來還是這樣 不會啦 明年喔 刪兩步 所以 所以 所以就不刪是嗎 不刪 那這個跟那個批 好 跟批就一起看 就親美綜合去頭巾 對啦 那就買車啊 最後面的批 這個 就請你們就是應該 依照實際的情況去處理 好 好 那這樣子第十八就不刪 對 等一下 現在是到哪裡 到 預算出來啦 現在出來的 主列的主決議啦 好 再來後面我們就是主決議 A 看你們有沒有意見啊 A跟CDEF其實都是同樣的東西 你看 A應該跟F咧 AE跟F是比較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啦 那我建議我們會接受這個 這個決議啦 就是 就照這個去決議去做嘛 齁 所以AEF這個性質相近 那就是請他們就是依照這個決議去辦理 有一個啦 就我們還好 然後B B啦 B這個啦 那個我剛剛已經跟那個委員報告過了 可不可以文字齁 最後那個 請人生什麼 你說盡數同一 就是 匯統相關機關 醫生醫院區的進度跟人力需求 然後 盡數啦齁 給你 報給工人 就是說 稍微做一點點 事實上也是情緒需要 我們會根據那個 那個需要然後去做嘛 匯統相關機關 把那個文字念一次好嗎 好 念一下好不好 新竹要念 好 請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匯統相關機關 醫生醫院區工程進度 及人力需求 謹速合給工職員額 以解決新竹地區長期醫療匯乏之困境 好 好 那就依照修正通過 人員要給他不然 要是各一個文字管 我知道了 好 那西案 希望我們就是沒有 沒有 就是按照西案 西案好 那就照那個提案通過 D呢 D也是 也照提案通過 好 E跟F已經處理 D跟F 然後G G的部分 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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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G也依照提案通過 文字 文字有一點點 好 我們建議文字做一點點調整 是不是 念一下好嗎 好 謝謝 這邊是建議是 後段的 原請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配合法治主管機關 權序部 評估 增加 增加更友善工作環境 鼓勵男性公園 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之可行性 以促進性別平等 平等以上 這個主要是因為 還是有一些相關法制單位 所以我們就 就不要用這種文字的 做建議啦 那 精神不移不變啦 是不是可以那個 用這種方式 好 那這個你們再把文字給我們的 好 OK 那就依照修正通過 H我們也建議有一點文字上一個 一個修正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原始未能落實同志伴侶權益保障 請 這邊開始就是 請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 協助 我們有列三個機關 法務部 瓜湖民法 勞動部 瓜湖性別平等法 及 權序部 瓜湖公務員請教規則 我已經有這個 背行師 這個後面應該有一個 這個後面應該有一個 裁取相關措施 然後背無死 以下這個 去不便 以上 就等於 這次還是涉及到 三個部的分別的支掌 我們來協助 就這樣做這種事情 OK 那就依照修正通過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那個 I 我們就是同意這樣一個 多多淨表通 IJ IJ I I I我們沒有意見 I就是這樣 I報告 I就照提案通過 定在別的地方 定在哪裡 這個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I的這個建議 我們是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因為這個計畫 已經到科技部去報告 那科技部已經提審查意見 就是如同 大院所提的要修正這個衡量指標 那這個衡量指標 我們已經提到科技部的審查會已經報告或同意 那如果大院同意這一筆預算之後 事實上我們登陸在那個 科技部的管理系統裡面的資訊呢 就完全符合大院的決議精神 以上先做個說明 就是說是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 事實上現在委員所所建議的東西 我們事實上都已經尋程序 因為這科技預算已經都做了啦 那所以是不是可以 這個案子可以撤掉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都做也都公告 也都登陸在那個公開的網 所以你們上面是有那個執行績效那些嗎 對就是因為我們已經重新訂那個績效指標了 因為科技部要求嘛 我們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OK好那就那愛就撤回 好好謝謝 那接的部分呢 我們 有什麼問題 第二幕的部分已經處理掉了 我們有接你說明一下 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第二幕的第六項齁 我們剛剛已經處理過 是整個要 整個要報告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就是 這個是不是 併進去好嗎 併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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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施網站 所以我們 全序部主管啦 全序部預算也是我們 就是說那個公務人員加給制度 那個東西是在全序部主管 我們並不是主管啦 我們會在那個 那邊做一個 報告誰會提到 可能是用這種方式啦 這不是我們主管 因為提案人 我們現在沒有在這裡 我要給他看一下 你如果說全序部在舉罵 他這個跟你 前面的第六案 就我們濃入在裡面 希拉在前面 這個另外 你可以考慮在另外一個部位 對 先不要處理啦 這是很薄啊 許主委 好 到那個全序部那邊我們在 對啦 好 所以你撤回他 我們要提到時候我們共同 需要我們跟全序部表示意見 我們一起會同他們 來做這樣一個報告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這一就撤回齁 好 那K K我們的建議是在最後那個 並提出廢止的那個廢除的一個措施 廢除兩個字可以改成 院長說有一個要排不是完全 那剛剛也有提到說 有些時候 有些 事實上是 比較是 比較是弱勢的 也不能完全 所以 所以有點像是 用廢除這個字眼太 這樣 所以才我們想說建議說 並提出積極改善處理的措施 OK 那就依照修正通過 好 好 那L L 是這一張的 我知道 這個新版文字修正跟委員報 這個財政困難現在是病 最後這一段 真的我們有困難 主計 沒有啦 因為主計總處沒有辦法 他們在旁邊 他們真的這個行政官員沒有辦法 那你改那個沒有用啊 還是可以啦 就是說至少先有一個 那個我想 我們先走一步 然後來努力看看 周委員 用麥克風 來 這部分真的是行政院的一個 一項的一個方式啦 但是這個問題是一體的嘛 因為你現在如果偏遠的話 由地方政府來定義 來因地制宜 但是你如果這個預算是 變在地方政府的話 事實上財政困難的縣市 他還是會派擠到本來其他的優惠 其他的預算啦 所以才會要求說今天 如果有個明確的態度 這個部分要修正 那財政的問題 也要一併來解決啊 我們沒有辦法認定 什麼叫做財政的問題 就看到那個分幾集的嘛 那那個 那個委員 這個部分喔 我是人事行政 我沒有辦法管域 預算財政的事情 是主計總處 所以委員 我這邊報告一下 我這裡真的沒有辦法 地方的人事費 事實上我們都有納到 一般薪金補助款式補助 那假如這個要這邊 這邊授權給地方在 再調整他那個 偏遠地域加起來的話 他整個人事費也會有做調整 所以我們在設算地方的 收支操展的部分 我們會算進去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是有 協助地方 財政困難的部分 在假如人事費有增加的部分 我們會這邊會協助 所以是建議說不要那個文字 落在決議裡面 那你看文字上面 可以做什麼樣的修正 反正這個部分 我們要 我要很堅持啊 不然 對屏東縣來講 沒有什麼幫助啊 文婷婷你自己出 那就沒錢了 沒有啦 我想這個我了解 但是我們已經 慢慢這樣這樣 一路一路這樣子 先有一個 可以授權的一個方式 那是不是 這一次的一個決議 先這樣子 那未來 我們再看跟院裡面 溝通看看有沒有 那因為錢真的不是 不是我能完全 那不然後面文字 我可以容許修正啦 那看怎麼修正 修法 不會啦 這個沒有 可是你這個部分 沒有突破 你這樣整個修法 還是為德不足啊 什麼也偏遠的 是那個地方比較善家 對啊 就是說這個部分齁 如果說要有一點彈性啦 因為主席總處也在這邊嘛 過去像這種齁 我們另外讓地方有彈性 自己給的錢齁 通常我們會要求他要自有裁員 自己要出啦 那現在就是說齁 如果在這裡要特別真的要做一點考慮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這樣在計畫裡面 我們那個示範計畫裡面 就不要去要求這一點 讓他能夠也放到 基本財政支出的設算裡面 讓主席總處那邊再做考慮 這樣就好了 那就不用在這邊 把這個什麼財政困難的縣市啊 怎麼樣做怎麼樣處理 那個文字要怎麼放進去 那個建議我想我們就在這邊 是不是就把那個 那個就是納到我們的 基本受制差短裡面去考慮 納到哪裡 就是那個基本受制差短 就是中央補助地方的 受制差短裡面去考量 就算會算進去 特別會算進去 假如說地方評估他們要核發的話 我們會把它算到我們的 基本受制差短裡面 這樣 就是說 是不是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後面的文字 就其財政困難之縣市 就是由行政院這邊 如果納進去就不限財政困難 就所有的一體市 就是 假如他 好啦 那你就講縣市 然後怎麼樣 那個地方政府 這文字上要怎麼修正 因為我們現在 這算是不分直轄市或縣市 我們就是標準要一致 對啊 就講地方政府 對對對 地方政府 就是我們納到地方政府的 收支差短去考量 這樣子 收支差短 對 收支差短 那這文字要怎麼寫 你們是不是誰把他最後一段 把他稍微改一下好嗎 那我們先看 時間上 應該 一個月對我們來講 真的有點 是改成競數啦 可不可以 三個月 現在已經 對啦 他現在改成 三個月 三個月 新的啦 這個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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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看 這個新的 這個新的 不是 對啦 我們在努力啦 真的三個月 三個月 好 那個改三個月 三個月 那最後一行 看是哪一個單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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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 我們 我們同一張 要看另外一張 擺的那一張才算 OK 好 那我們看M M可以 呃我們沒有修正意見 我們就 那M就照提案通過 剛剛就是M跟O併入到那個4到17的 那P都處理 那P就是跟剛剛跟18一起 好 我們剛剛 那個結論要怎麼寫實案 需要那個簽署嗎 還是不用 不用簽 不用簽 就已經做決議 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們會宣讀決議 好 那現在那個文字出來了嗎 L的文字出來了沒 L的文字出來之前 我可不可以表示一下 我對這個偏鄉地區 我們的這個教職員 現在一直有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偏鄉地區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危險 他們在山上執教 那我們現在發生意外事故的時候 你們還是用這個公務人員的這個 撫恤辦法 就是最多400萬嘛 300萬 300萬 那如果說我們地方政府 想要替這些在偏鄉地區 執教的老師去投保意外險 結果你們人事總處就 就禁止我們這樣做 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狀況 這部分可不可以檢討一下 這個我想我應該 那政府要投保啊 我們願意替他們投保 最近我跟我同仁 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那裡面涉及到 好像是因為權序部 的規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應該是 你們不認為他是執行特殊業務 但是他去那麼遠 那麼危險的地方去上課 這個其實就是說 地方政府如果願意幫他的公務人員 做任何的一個 一個投保 對我們願意再跟他提保 那自己負擔費用 其實意外險 對意外險 我想我也再跟權序部來做 好不好 這部分也檢討一下 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去做決議 好那現在我們宣讀協商結論 宣告剛才的協商結果 那一幕你翻給我 有 有 一 提案一至三案合併 第一幕三減四十萬科目自行調整 第二 提案四至十七案第二幕 於策略性人力資源跨域整合服務分支計畫 七千萬元內 凍結 十分之一七百萬元 然後三 整幕簡列七十萬科目自行調整 三 第十八案 不予刪除 然後另外第二 四到十七案內 主決議的N跟O 一併處理 然後三是第十八案 不予刪除 與P 主決議P 一併處理 第四 主決議AEF 照案通過 然後 一 一的部分 那個內文截至104年7月底子 提案人更正為105年7月底子 對 剛剛這個 這個他有做一個修正 那是E 對那是E 那是E 然後第五B的部分 文字修正 後段 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配合法治主管機關 全序部評估 增加更友善工作環境 鼓勵男性公務員申請 育嬰價之可行性 以促進性別平等 H 文字修正為 等一下 有意見 謝謝 還有 除了 我們 現在 是 實際 六個月六個月 對呀 那就不是留職停薪 所以你 等一下你剛剛是說要再拿一個 到此第二行的 避難性公務員申請依應留職停薪 再宣讀一次 原請行政院人事情政總處 配合法治主管機關全序部評估 增加更友善工作環境 鼓勵男性公務員申請 欲應留職停薪之可行性 以促進性別平等 提案 H 修正通過 修認為 未能落實同志伴侶權益保障 請行政院人事情政總處協助法務部跨湖 勞動部性別平等法 即 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全序部跨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採取相關措施 避使 已於縣市 護政資訊系統中 助記為同志伴侶之行政院公務人員 及約聘人員 亦享有婚嫁、家庭照顧嫁、賠產嫁、商嫁、 撫恤金、領售及死亡補償領售等權利 提案 I 策案 提案 J 策案 提案 K 文字修正 為原請人事行政總處 依本院決議 應進行評估檢討 並提出積極改善處理措施 提案 L 文字修正 為原此要求行政 要求人事行政總處於三個月內 研議修正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級表 授權地方政府得以 就當地現況定義偏遠地區 讓地方政府得在針對偏遠地區 有更多留下優秀公務人員 公教人員的手段 所需經費 納入中央涉算地方政府財政 收支短處 收支插短一併考量 有 這可不可以 可以 好 提案 M 通過 NO 提案 N 跟 O 已經並4到17案處理 提案 P 跟18案 18案 完畢 請 道委 各位同仁喔 關於剛才宣讀的 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 及發展 策略性人力資源跨域整合服務 這個編列七千萬元 凍結百分之十啊 這個應該是 要等到本會專案報告 經洪毅後使得動之 這個你沒有念到啊 但是這個是 剛才這個跟 包括兩位委員 所要求的 這個要把它記錄下來 就是第4案到第17案到本會要綜合報告 不是 凍結七百萬只有凍結這個部分 其他沒有凍結 所以只有 策略性人力資源跨域整合服務 這個七千萬裡面凍結一成 其他沒有凍結 那三減七十萬 是第二幕科目自行調整 所以這個凍結的七百萬是凍結在這邊 然後要到本會報告後 專案報告後使得動之 好就依照剛剛鄧委員所講的修正 好那各位委員對於這個 預算案有沒有 對於協商結論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我們現在就通過 好那提案已經全部處理完畢 其餘委員提案未涉及 稅出預算部分軍照列 蛤 還沒還沒處理 什麼 還沒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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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還有計算 OK 所以現在 好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審查 玩具體報院會 院會討論前需交 需要 要不要加油黨團協商 不用 整案都要 要 好 那就是院會討論前 去加油黨團協商 那接下來我們在處理中央公教人員 急難救助基金收支部分 請宣讀預算數 請參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年度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救助基金收支預算案對照表 1 基金運用計畫部分 106年度業務計畫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執行 主要業務計畫包括 辦理傷病住院貸款 疾病醫護貸款 傷障貸款及災害貸款事項 預計核貸傷病住院貸款 計26件 貸款金額1560萬元 疾病醫護貸款12件 貸款金額720萬元 傷障貸款9件 貸款金額450萬元 災害貸款3件 貸款金額180萬元 預計全年共50件 貸款金額2910萬元 2 總收入269萬4千元 3 總支出118萬2千元 4 本期剩餘151萬2千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這個 這個預算案沒有委員提案 所以我們均照列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好 沒有那我們就通過 好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非營業部分 關於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主管 中央公教人員 急難救助基金收支部分 審查玩具提報院會 院會討論前 要交由黨團協商嗎 還是 好 那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史由由召集委員 美理說明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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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